原点看世界的这个网友 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而且我觉得他呢 我一直强调我是客观中立 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的一些回复呢 我觉得比我更客观中立 有的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回复呢 我有点恨眼 觉得我当时视频里的时候呢 我有包裹 有些话我不敢说 我对他呢表示感谢 我学习很多 原点看世界的这个网友呢 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而且我觉得他呢 我一直强调我是客观中立 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的一些回复呢 我觉得比我更客观中立 有的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回复呢 我有点恨眼 觉得我当时视频里的时候呢 我有包裹 有些话我不敢说 我对他呢表示感谢 我觉得呢 我现在呢 我刚开始录视频的时候呢 我说我本来不想叫死东京 我想给我的频道呢 叫树洞 就作为了我们两个呢 好像对着这个树呢 挖了一个洞 说一些秘密 把它保存起来 留到我们老了之后呢 翻过来看看 就是说青春呢 不留白 现在看来呢 好像这个 听到我们声音的人呢 越来越多 以前呢 我说话的时候呢 反而呢放得开 改说 现在呢 每一次呢 当我录视频 当我面对镜头 我当我说话的时候呢 我脑子里想到的呢 都是这些狼友 我在想呢 他们在看着 知道吗 我呢 我丢自己的人 我也不能丢他们的人 他们对我的呢 不仅仅是支持 很多时候呢 是一种呢 教导 是一种呢 指教 是一种呢 期训 我觉得呢 我无论如何呢 我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他们当中很多人 不管是学识 还是个人能力 都在我之上 我看到他们的回复呢 我也觉得呢 他们的知识的 广度和深度 都比我要好 他们可能因为 种种原因呢 不方便呢 公开来说什么 那我呢 从能力 从各方面 都不如他们的情况下呢 我在这里说呢 我呢 何德何能 是吧 那我觉得呢 我有种感觉 就好像我呢 在代表他们 我呢 要让他们的 为我呢 感到 教 我呢 在这里呢 我们两个人呢 也表一个态 我们呢 还是要坚持 我们的 最初的立场 对 客观的中立 我说客观和中立呢 没有人能达到 我一直说 他是一个正无穷 我没有 这个世界上 不存在 绝对的客观和中立 但是呢 我们不妨呢 把它当作一个目标 去追寻它 然后呢 去无限的呢 去建立它 对 君子呢 有所为 有所不为 那我们节目的宗旨啊 一向是呢 点破呢 不说破 嗯 那 我还想说一句 好 就是这个平台 我觉得也不属于你一个人的 因为有这么多网友来 指导你 教导你 对 他就提供了一个平台 为我们大家交流 君子和人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对 君子呢 就是可以借助这个平台 互相交流 而不是说别人听你讲什么 对 更多的时候 是你在 是我在向他们去信 对 所以这个平台就是 君子和人不同 对 对 我老婆说的很对 嗯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 我一直都觉得呀 这个stone记的老婆 其实如果出现在节目之中呢 有的时候说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还是很希望呢 江Sstone记做节目呢 还是一方面不忘初心 不要忘了自己当时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这种谦虚谨慎的这种态度啊 而且呢 他老婆说的确实也挺不错的 只不过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见他老婆了 嗯 不知道呢 就是将来有一天他们如果能够重新回到当初的这个宗旨 就是尽可能客观中立 希望呢 他老婆将来有一天也能回来 对吧 然后我们接着看一下 嗯 我还是就非常感谢这些网友 嗯 然后呢 我觉得大家呢 也可以看着他们的留言 我觉得是很有启发的 嗯 那我这个平台呢 就是说还是很开放 我一直都说 我做了很多视频呢 实际上都是网友点菜 网友呢 点什么呢 我们呢 就聊什么 聊什么 聊什么 嗯 对 然后网友可以在下边留言进行交流 交流 嗯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呢 你就尽管批评 我呢 肯定呢 屈心接受 嗯 如果是慢骂呢 就说你骂的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的最好 应该有一点呢 你骂出点东西 骂了点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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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骂了点道理来的话呢 是可以骂的 嗯 是吧 那你说做自媒体还能怕人骂吗 是吧 嗯 那 那就到这里了 好吧 好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当时呢 就是啊 斯东记夫妇还都是持非常开放态度 就是说 呃 欢迎大家在下边留言 后来呢 呃 我们也知道去年年底的时候 斯东记也是关 关了这个 网友留言呢 还有点赞呢 所以一切的都已经显示不出来了 对吧 呃 有 肯定有些原因吧 就是 就是并不能完全说是一方的问题 肯定这个斯东记呢 也有一些这个后来这个态度变化 呃 也不能说这个完全怪斯东记 也有一些网友确实实呢 就是这个人身攻击攻击的太厉害了 你可以呢 说你跟他观点有什么不同 对吧 就是以理夫人 但是你不应该就是骂的这么难听 特别是你不应该就是呃 人身攻击的老婆 对吧 这个其实是 我一直都以来不是很赞成的 然后我现在 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视频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7月29号星期 大家好 呃 小马石头啊 最近很成功 嗯啊 呃 有这个 也是做私媒体的朋友吧 私信我 跟我说 说 哎 私信我 你看小马最近特别火 呃 怎么样怎么样 他的观点不一样 什么的 嗯 然后呢 还有两个呢 就是说自媒体吧 也是一直呢 在跟我们就是私信或留言 想让我们呢 帮着就是推荐他们一下 那一个呢 叫方的言 方呢 就是长方形的方 方 然后呢 多呢 就是 方言图语的方言 中间加个白勺的 对加个白勺的 方的言 还有一个呢 叫能眼看时间 我这样呢 我一会呢 找一下他俩的链接 他俩的链接呢 勾在我视频下方 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呢 去看一下啊 但是呢 就是说我呢 就是说反正 因为他们找我 让我推荐一下 我就推荐一下 你不要说你 康人之后 你不喜欢 你怪我 对不对 因为你们也看到了 对吧 我呢 就是说推荐的方便特别多 对不对 反正那边呢 我也都推荐 然后呢 像这个 韩梅啊 这个小马师储这边 我也推荐 不代表我们的 不能代表我们的 对不对 我呢 从头我都说 我们的推荐自媒体呢 我的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希望呢 海外的这个自媒体 因为透过这个市场呢 能够越做越大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可能吃整个蛋糕 对不对 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就是你如果把这个体量 做大了之后呢 我们的占比自然有 因为这蛋糕越来越大 你还是这一块的话 你这块已经变大了 你懂我意思吗 以前呀 这个员工派的时候 请过这个江文来做过去节目 当时当涛打人家 人开玩笑 说你有几年呢 不能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说你看人家 把这电影市场 搞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红补 人家都挣钱了 然后资本投入了这么多 你这个当时 你没有压力 你放茶呀 我现在干不了 我怎么办 接着说没有啊 我特别高兴 那这么多 那你高兴什么 接着说 你想啊 我们是做内容的 这个市场做大了 大家爱看电影 那最后收益的 不就是我们吗 因为最终我们不是 还是要回归 还是要回归到内容上来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 我担心的就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海外搞的一言堂 出来了之后呢 都是法令宫那边的 就是文昭 陈破空 江峰那个 全是往那头说的 那国内的人呢 翻车车车 看看他就能力了 你能力了 你都是咸的 没有甜的 对不对 他就能力了 他不爱看了 可能他就不反强 他不反强之后呢 整体这个市场就萎 整体萎缩了之后呢 大家都越来越少 明白吗 就跟海外搞经济一样 没想的是什么 是要把比赢做大 明白吗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观点 所以为什么什么人 也都推荐 就在这儿了 明白吗 那有的人说我呢 说我是这个什么 法轮功的那个大护法 你知道吗 推荐都法轮功的 有人说我呢 是五毛的 祖霸 这不是好台诱 都都 反正感谢大家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也发现了 很多刚开始做 自媒体的同志呢 会发现一个问题 一来呢 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跟我说 哎 谁能不能通电话 这下 然后呢 你要是两天没理他 第三天才能发个试集 哎 死东 怎么着 死东地 怎么着 哪说 不对 就开始骂 你知道吗 我就说呢 兄妹 你这边也太着急了 你是不是 你是我亲人 不可能你今天跟我说推荐 我马上把证 我就专门给你做一个视频 说推荐谁谁 对不对 你也太着急了 你等我几天 你让我攒一点 我一般都是攒几个人 然后一次推荐一次 对不对 你能不能说 今天刚说完 两天 我没推荐你 马上就开骂 是不是 你一个女工日 我做副媒体的 咱就算了 咱就不算好了 我现在呢 发现的 也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 如果能够 就是说大家呢 我尽量 就是说 你要小的副媒体 你刚起来 我能推你一把 就推你一把 对不对 但是如果呢 就是说 我们还没来得推荐 你这个骂我的 那我也算了 我觉得要这种人的话呢 以前呢 我是不是一种呢 怎么说呢 海纳百川吧 对不对 有种买大 你现在骂我呢 我也推荐你一下 能帮一下 我现在呢 他想法呢 觉得呢 这种人我还是算了 因为这个人品又不好啊 做成了也不好 是吧 就这种呢 我算了 这个方向园呢 好像两个看世界呢 还一直都比较支持我们 比较我耐心 唱了好久了 然后呢 我还没推荐呢 他们呢 也还是 还没骂呢 对不对 所以我一看 我赶快 我也实现点了 但最近下礼拜 就开始骂了 所以呢 就这样啊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看到这儿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呢 其实我个人来说 我是从2019年7月3号开始做这个自媒体的 最开始呢 完全没有人看 但是大家看到我刚刚做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呢 Stone G就推荐了我 我其实呢 心里一直都是记着这个 因为 滴水之恩当影泉相报吧 就是 他确实是呢 曾经帮助过我 所以在那之后 很长这一段时间之内呢 我也确实替他辩护过 尤其是当很多人非常恶意的 对他们两个人进行人生攻击的时候呢 我也曾经 就是专门做视频说过 我觉得 Stone G这个人呢 他还是比较这个宽宏大量一个人 并不是说特别这种 牙子必报的 我完全就是 开始就是反对他一些观点呢 大家也看到是 一个月之前 也就一个月之前 因为他说的 这个 就是反对任何美国这些政治家 对华友好 这个呢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这个中国人是难以接受的 当然如果这个Stone G他已经入节的话 那可能 他这个立场呢 也算是不能说完全站不住脚 但是我觉得 这个海外华人呢 不应该是 完全是 就是这种仇视 中国 仇视这个中共 不管你有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什么的 所以我一直都 怎么说呢 也很矛盾 我现在呢 这个Stone G也是做得非常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个视频呢 18年的 现在这19年的 到了2020年 这个 他也是 有很大的转变吧 这个我们都能感觉到 其实也是一个 很遗憾的事情 很 这个 不能说悲哀吧 就是说 还是希望将来有一天呢 这个Stone G还能够不忘初心 就像他 当时这个 2018年的时候 说的这些话 对吧 也希望大家呢 就是 尽可能保持一种 比较宽容的态度 并不是说完全复合Stone G 而是呢 如果反对的话 尽可能呢 就是 从道理上 从逻辑上 从事实上去反驳 而不是说 通用一种谩骂 因为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所有的人呢 其实这个 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 所以呢 今天也是把这两个老视频呢 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 希望吧 就是大家可以保持这个观点不同 但是还要尊重事实 尽可能呢 客观 理性 对吧 不要就是为黑而黑 而且呢 我希望 每个自媒体呢 将来有一天 做大做强了 也能够不忘初心 对吧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